再来关心的是台湾的纺织业向来以高机能性以及环保材质的特点文明国际 2016年奥运话题又开始发酵了 远东兴还有如虹等等的业者有希望拿下知名运动服饰大单 下半年开始对于业绩有希望可以逐迹增温 2014巴西市足赛让台湾纺织业运动休闲布料及服饰代工一炮而轰 在国际舞台发光发热 成为全球知名运动品牌服饰主要下单供应链 2016年里约奥运即将来临 专攻机能性服饰的远东兴表示 订单能见度将从下半年开始明朗 远东兴主要客户包含Nike、Azidas等国际知名品牌 去年合并营收来到2355亿元年减1.4个百分点 税后存益达到110.33亿元、EPS2.25元 成功搭上奥运商机后 预计业绩将有望在明年首季达上新高峰 另外品质早已受肯定 纺织股王如虹也蓄势待发 如虹去年合并税后盈于30.35亿元 年赠9.69% EPS11.51元 手中主要客户包括Lululemon与Adidas、Nike、UnderArmor等国际大牌 升至布产能每月可达260万公斤 乘以月产能550万件 其中运动乘以产量占6成 奥运带动机能服饰相继大爆发 今年纺织业界业绩相当值得期待 陈老平陈伟又台北报道